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为牛鬼奢臣 当成十九 在这样情况下就开始斗陈昭培 到1967年清理阶级队伍 一清理阶级队伍 陈昭培老先生糟糕了 他家是第一住城坊 又是为官署教官 他又是官民党员 又参加各国官民党的探户组织 这四顶帽子给他带上去 斗的老先生死去活来 那都七八七十多岁了 快八十岁了 就站到大板凳上写业费 一脚灯从大板凳上摘下来 老头那么大劣急 这么大磨难 全是受不了 老先生看他不能活来 回来跳镜自杀 净谁且没有严实 请一种把他抢救上来 抢救上来以后 他还是念念不忘太极鹊 他说我有啥嘴 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太极鹊是好东西 说我都过去 我是抢救过去 我有啥嘴 我是1965年干支部书记 在陈加口干支部书记 66年文化大革命来 我任支部书记才八个月 红卫兵也把我当成走支牌了 也进行批斗 把我也罢官了 我当时是尼泊萨国和自身南报 现在同情陈昭培 但是我没有办法掩护他了 我没有那能力 到了1968年 那时候共产党有个落实政策 所以这陈昭培就给他平反了 我也复制了 我成村里边的革命外会主任 国师纪哈斯支部书记这个位置 陈昭培就来找我来了 陈昭培首席第一句问我 就在这个月 当时我这个月 这就是一间小草棚造化 我就在这坐着吃饭 他来到这以后他问我 他说来 我来问问你的太极确 我还敢教不敢教了 当时我在这想 我在这想 我这人家老先生确实是亏 确实是亏 人家是为了保护 我们官家的文化遗产 这样子的话 多吃批都啥啥啥的确要亏 但是这老先生的决心非常大 思想非常进步 因为他受共产党的教育多年了 他也受了共产党的教育 他的有文化 人家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 我说这老先生的思想比较进步 我也很同情到 我想想我说 台积确你还敢教 他说我教却再出问题怎么办 我说你教我 再出问题又我给你负责 我这说话比较干脆 我说这出问题又我给你负责 但是我给他点出 我说你总的培养几个人 我说意思就是你年纪大了 你教人人再多 不能教出几个下阳的人 到时候台积确害怕吓舌船 这样子你总的培养几个人 他就去世了 这人才培养成了 他们可以往下船 台积确就也许下来了 不能舌船 想到这我给他点出四个人 陈晓王陈成磊 王西安筑铁城 当时连续这四个人 列列比较好是节子 我说你总的培养这四个人 当时我想想说 我不这样做不行 为啥不这样做不行 陈家沟大部分姓陈 我姓张 这又是陈家祖宗 被被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我当时要扼杀台积确 不支持台积确扼杀台积确 将来我是陈家沟的罪人 我想到这 我在大力支持 我在支持大力 这样子 他们就开始有交集 在他们学学的人 慢慢就都有围上去了 都有围上去以后 他就在这里 又成了这个言语啼销 到69年 69年我们协委书记 李书琳爱好台积确 就把陈昭培老先生 调到我们协政府 住在协政府大门那边 清早起来教协制机关干部 这体育课到一中文学 未有的一所高中 到一中去教学生 所以文学那时候的高中的学生 大部分都受过陈昭培的课 到70年 陈昭培老先生 年纪大了 80岁了 肝病复发去世了 老先生 一生啊 他的毕生经历 都贡献给台积确了 陈昭培去世以后 这台积确就有一次中的 所以 这个 我和王新安 两个人商量 造着交叉狂武局 物资供应处的处长 武修报 通过武修报 到北京 去把陈方克的小乐子 陈昭培 从北京请回来 晚上 专门叫 他们这四个人 白天打灭几角 你谁都可以来出去 谁来出去 我思维你参加劳动了 我给你几公分 后来香港有个记者姓潘 一个女的 人家说来放文台积确的 当时说人家来放文台积确的 人家来是不是带有武术高手 在这样情况下 就是 我有 给陈小王两个人 又去北京 陈方克的小徒弟 把凤子强进来 凤子强来到这以后 又给他们抓子弟 在这样情况下 我们台积确在全面集成下来 台积确在普及格 列圈人越来越多 整体为主任王齐廷 他感到我抓台积确比较大力 所以这是国民协 那副协长刘晓凡提出 叫我放下自不书记不干 转抓台积确 后来就把我拿下去 去吧 去吧